科技股大跌 接下来怎么看 寻找有产业前景的公司就对了 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吉时通 我是婉伦 我是刘 美国科技股大跌 接下来台股要怎么看呢 好的 那确实啊 昨天晚上美国的费城半导体大跌超过4% 很多投资朋友都感到非常的担忧跟害怕 为什么会跌这么凶呢 其实最主要是一个原因 就是苹果说它要自研晶片 就是自己开发自己的晶片 而且自己研发 对于苹果而言 这个开发晶片真的事情 也是非常花钱的 其实也不需要自己来做 你必须要从IC设计开始 一路的这样子开发出来 实在花太多钱 也太麻烦了 那有些厂商就觉得说 这样子可能会影响他们的竞争力 影响他们的生意 结果昨天美国的费城半导体 硬升下跌超过4% 看起来好像低很凶 可是实际上呢 它也还在原地踏步嘛 在这个历史高附近 来来回回而已 其实还好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它就是一个区间盘整 可是我们看到苹果 它自己本身也不好 你看它昨天也是一根黑K棒跌下来 看起来也是比较弱势一点点 那很多人就担心说 台湾的生意 台积电会不会被抢走了 相关的供应链又要如何来看 对那你觉得台积电 它的生意会被抢走吗 其实还是还蛮看好的 你看它今天涨上去 其实它的生意一定不会被抢走 因为就算苹果自己研发晶片 它还是要交给谁做 一定是交给台积电做晶圆代工 所以你看今天台积电是小涨的 它今天是涨0.33% 那现在它的股价当然也还是平平的 还是一个区间盘 那如果台积电大涨 那当然对台北股市后市是有帮助的 好那既然我们看到费半跌这么凶 跌4% 那台北股市今天有办法开低震荡 然后尾盘慢慢的往上做一个走高 我想这也证明一件事情 台股市真的蛮强的 那你看台积电的趋势 有没有 逐步的是呈现一个往上走的一个态势 好那至于大力光 不得了 今天涨停板 我想一定很多投资朋友 都非常的这个惊讶 为什么大力光今天会关到涨停板 对啊力友我们之前观察到 我们是不是11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提前做布局了 是的 你们发现今天大力光涨停板 今天涨停价多少 2235元 不得了 涨停板锁几张 394张 一张要223万的一个股票 200多万股票 竟然还有办法锁涨停板 我想这不可能是省户锁的吧 绝对嘛 好那重点是谁锁的 当然是法人大户码 今天出这份报告 谁呢 这个美系外资 他说大力光 这个明年 在苹果新机 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变化 就是说他的镜头 从之前的7P 变成这个8P镜头 甚至于说一些 小米 OPPO 华为 甚至于说像Sony这些高阶手机 可能也会采用同样的规格 哇 你看这个大力光的这个线型 很明显嘛 是不是底部出现什么 底部起涨讯号 爆大量嘛 而且突破什么 突破颈线位置 非常明显 问题是在11月10号 11月15号 我们跟大家分享 公开分享的时候 其实当时 大家就觉得说 是不是疯了 大力光 从6000 跌到5000 4000 3000 2000 还破2000 那为什么要买大力光呢 因为我们看到未来 我们看到 苹果明年初i14的手机 你以为是在9月10月发表吗 其实发表手机已经做好了 供应链整个零件都已经确定了 什么时候确定 是在现在 现在 就是今年的 往前推一年 大概11月份 10月份 11月份 12月份 就已经确定 它整个新手机 要用什么样子的产品 用什么样子的零件 所以我想 如果你知道这一点 你就会领先市场布局 买在最前面 好 这个是我们当初跟大家分享的 8个P 好 那就暗示8P的镜头 当时是11月10号 好 再来 这个产业也是一样 是 是HUD产业 抬头显示器的主席 没错 这个也是领先市场跟大家分享 你看上面一粒电子 它在中国的排名去年是第七名 今年最新12月9号刚刚宣布的 它的排名已经来到多少 综合排名第二名 而且量产规模已经排名到第一名了 是 那代表说这家公司 它产业前景是在往上的 是在一直不断的往前 做一个进步的动作 你仔细观察 今天不是出关吗 是 很多人说越关越大尾 出关之后会涨 它真的有涨 直接往上喷 接近涨停 接近涨停 差一档而已 那后面就往下跌下来了 为什么 很多人很兴奋 找盘去当冲 你知道吗 后面又停水 就滚下来 跌破平盘之下 但你觉得这个地方是不是买点 今天最低是76.3 很多人都是看股价 看数字 就觉得说 这个股票上冲下行 然后成交 感觉上好像很大 那是因为当冲 那到底能不能买 重点是什么 明年的业绩数字 后年的业绩数字 产业前景 到底这个新车会 那个渗透率 搭载HUD的渗透率 会提高到什么样的程度 如果你有看我们之前影片 你就知道说 下跌 当然是机会 当然是买点 这是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 以上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 做一个参考 谢谢李欧老师的分享 也记得加入 李欧老师的LineA跟Tagrin 才已经及时通 我们下回再会 拜拜